第2期混词曝光 外网拉塔巴郡图爆料 云神100集开放时间确定 这几个角色直接远地起飞 天赋等级新增上线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外网大佬爆料的 4.7前瞻封面预告图 卡什安排基本已经实锤了 上半克洛林的海森 下半福福西格文 至于水神要不要抽取的问题 只能说弗宁娜复刻 可能不再有任何抽取价值 弗宁娜之后 图人开始 以及后面可以预见的三体人 策划都在先方设法绕开弗宁娜 生命之气只会是其中一个手段 根本不是配弗宁娜 纳塔大概率不带你弗完 毕竟纳塔也有自己的神 所以弗宁娜抽取价值 的确没有以前高了 不要指望未来会有多么契合 弗宁娜机制的大C 也就代代原始角色了 大家所期待的 离乐混词将会在4.8版本再次开启 确定入池的角色分别是七夕克勤公子 以及甘雨 可能入池的角色是深鹤钟离 夜兰胡桃 同时4月8日新角色确定调香师 艾梅利埃 他的剧情描了一会儿 感觉还挺好玩的 会四处采各种花 尼路有皮肤纹复刻 4.8会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 纳塔地图 纳塔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采折的走 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 就会被高热量烫死 字面意思 用流云散兵这样的角色会方便许多 不过没有这两位角色的也别担心 毕竟纳塔会有座齐 另外 由内鬼透露 纳塔十一郡图已开始流传 但是就意思是 直接发出来会引起外网争议 不晓得米是要改人设还是怎样 目前确实一共11个角色 4个橙女 5个男角色 一个罗莉 4橙女刚好不同元素 并且内鬼还表示21号之前会爆出来的 别急 总之 还是先期待一波吧 之所以现在迟迟不肯爆出来 主要还是角色设计 要临时重做 4.7卡池终于确定 水神终究无缘复刻 4.8第二期混池开启 夜兰入池 4.7卡池分别是 克洛灵德 西格文 塞索斯 艾尔海森 莱欧斯利 水神福宁娜 则是无了 这波延期处时是没想到的 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 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 目前看来 4.7新增了第二深渊 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 第二期混池的 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4.8卡池开启 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 胡桃 公子 夜兰这几位 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 大家之前还在幻想过 什么时候开放100集 因为不是所有玩家都对全角色升晚级感兴趣的 但是又觉得自己喜欢的角色练度还能再提升一步 因此都在期待100集开放的到来 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有内鬼爆料 那他版本开服就会直接上线100集 不过这个应该只是角色等级 武器和天赋系统应该暂时还不会受影响 但是光是角色等级就能够改变很多角色的强弱了 首先基础数值收益最大的角色大家都知道 那必然是需要精通数值和生命值的角色 例如水神水龙头草神九旗忍之类的角色 等级提升可太重要了 相反主打防御数值和攻击力数值的角色收益就很低 势力会造成一些角色过强一些角色过于弱势 而且这个等级提升之后没有说圆魔的等级是否影响 那么突破100集的材料肯定需求很大 圆魔掉落材料的数量还是和现在一致的话 想要突破100集就显得很难 培养成本很高 并且深渊不再会有等级压制 大家打深渊和圆魔平级的话 输出能提升一大截 圣海兽什么的就不在话下了 如果天赋等级也同步上吊 开放上线到15集的话 天赋输的需求量基本在40加以上 实在是让人汗流加倍了 之前开服的时候就有玩家解包过 全角色的天赋等级上线 其实就是15集 而现在只能最高提升到13集 忽略公子的天赋和其他角色的专属命做不算 后续大家天赋提升到15集之后 对于现有的深渊数值简直是碾压级别的 如果策划能平衡调整还好 但是原神纳士出了名的数值调整不平衡 不然也不至于岩系兵系现在垫底了 还有武器方面 如果武器等级也提升 对于刚刚提到的精通属性的角色 也有很大的提升 生命值倍率的角色影响不大 但是攻击力倍率的角色提升也是挺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谣传已久的天赋3 新天赋到底加不加也是很关键的 新增天赋可以让老角色强度直接自变 强行和新角色强度统一 但这样一来 肯定有满意也有不满意的玩家 吃亏的玩家肯定又会选择退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